大家好,白菜炖豆腐 是先炒白菜还是先炖豆腐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正确的做法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看吧 先准备一把粉条 倒入热水,把粉条泡半个小时泡软 可以加一勺盐 加快粉条泡软的速度 白菜洗干之后,把菜帮跟菜叶分开切 然后再把菜帮子直接用手撕成不规则的小块 这样白菜炖出来更加的入味,好吃 菜叶子同样的也用手撕成小块 撕好,放一边备用 两块钱的豆腐改刀 切成厚片备用 有菜有豆腐肯定少不了肉 准备一点五花肉,切成薄片 肉切好中叠备用 接着来调料汁碗里加入半勺盐 两勺生抽 半勺香醋 一勺蚝油 少许鸡精 少许胡椒粉 少许白糖 再倒入一碗清水 用筷子把调料搅拌溶解 加鱼后放在一边备用 食材准备好 中火煎五分钟左右 把豆腐翻入一米来煎 最后把豆腐煎到像这样子 小面金黄就可以了 关火把豆腐盛出来备用 锅里煎豆腐的油不用倒掉 直接倒入料头 翻炒出香味 炒香后把猪肉倒进来 继续翻炒 把五花肉中的油脂炒出来 把五花肉煸炒至像这样微微花滑 而且出了很多油脂 加一勺料酒去腥生香 之后把白菜帮下入锅中 先把白菜帮炒软 白菜帮炒软 把菜叶子放下来 继续像这样子翻炒均匀 然后把粉条铺在上面 煎好的豆腐一起放出来 淋入刚刚调好的料汁 煎上盖子中火炖10分钟 白菜粉条炖好 关火打开盖子 哇真的是非常的香 搅上葱花顶着一下 用筷子拌一拌 拌匀以后就可以出锅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把豆腐白菜盛入盘中 美味集成 这样做的白菜炖豆腐 加入了肉和粉条 有主食有菜有肉 养养筋衡 味道好吃又入味 学会的朋友赶紧动手试一试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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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